以哈戰爭持續 最近有分析指出 以色列同意美國提議的人質交換計畫 CNN分析指出 針對人質交換 以色列準備做出重大妥協 同意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提議的過渡性計畫 以多名巴勒斯坦囚犯換取一名人質 目前哈馬斯方面還需要一到三天的時間 才會給予回复 CNN分析師表示 目前各方在等哈馬斯回應 因為要等加薩弟弟刁堡的哈馬斯領導人辛瓦回應 此外以色列國防部長25號赴美會晤 先前以國總理納坦雅胡因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 加薩地帶立即停火決議 取消了以色列跨部門高層代表團的防美行程 當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對此感到震驚 並表示布林肯在與加蘭特會面時 以國進攻加薩南部城市拉法的問題 預計也會在議程上討論 以哈戰爭延燒引起各國關切 三零新聞 林吉時報道